各位嘉賓 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 大家早安 我非常榮幸代表主辦單位在這裡做一個服務的工作 這次要特別非常感謝國立台北商業大學財經學院 及財政稅務系的搭理資源 能夠今天不但有剛剛我們聽到非常精彩的關於德國稅法法院 還有稅制發展的精彩演講 而且接下來我們有這樣一場包括學界、會計事件、律事件一起 都在一起對於很重要的問題來進行討論 但是由於時間的關係 我是不是按照進度 我們先請社團法人中華法務會計研究發展協會 林賢朗理事長為各位做一個引言 我們大家實施鼓掌歡迎 我是李大律師 還有我們今天各位發展人跟語談人 我想這些都是我們在本地的非常資深的專家和學者 那今天我們要就是說等一下我們要討論的題目 大概就是說我設立那個財務 就是財稅法題的必要性 那我想大家今天早上我聽過那個 Mellenhof的演講 跟把德國的制度引進來 他爆發的 那我們覺得心裡頭都很羨慕 我們了解 第一點 他講到他們整個財稅法題的這種跡象 或者是說我們講基本上他們設置的成果 那我們第一個我們首先感覺到他是什麼 他這個財稅法題是跟老百姓的權益站在一邊的 那如果說用這個來比較的話 那我們感覺台灣的那個行政法院 是站在稅務機關這一邊的 所以這個東西在態度上有非常大的差距 因為我們看到他們的財稅法題裡面 他最後平凡的案子都超過40%以上 那我們這邊大概 那個我想黃老師統計的資料很清楚 就是6點多 而且這個6點多裡面還有一些 就是說實質上稅務機關有沒有聽他們的話 也沒有的 又把它維持了 甚至說有一些他的實質上的經濟效率 好像芝麻蒜餅那麼大的一個金額 所以說這個相提之下 我們覺得就是說 整個的對老百姓權力保障 這種效果來說差異太大了 第二個他提到的就是說 他們的整個財稅法題現在有600個法官 那600個法官 那台灣我們講在辦理這種行政訴訟的法官 到底有多少 當然我們講整個德國整個國家的規模 比我們大是沒有錯 但是人口也不夠大五六倍而已 那台灣我不曉得 有沒有他們的實質之一的法官 更何況說這些法官還要辦理一些 所有的行政案件的行政訴訟 不只是財稅 所以在這一方面我們在講就是說 對財稅有專門法官大概的事量比較少 但是這一點我們有些時候 我們也要再考慮一些事 這個辦理這種財稅案件的行政訴訟 我現在的法官即使說我們覺得有一點 好像是說跟外國比較起來還有點差異 但是比較二三十年前我想進步已經非常多了 大概我想二三十年前我們打過行政 我個人在打過行政救濟 那我們都很了解 那個時候守的稅法有了規定 就是說他為了避免加持企業不分配 因你將是客到普通個人的作用守的稅 他那個時候怎麼講 就是說有一個叫做強制分配 那這個強制分配還要依照什麼 依照碎人機關核定的盈語來分配給普通個人 那麼我們了解有些碎人機關核定的金額 就很離譜了 他那個時候什麼原料耗用 什麼調整消耗價格 所以他的實際上的碎人機關核定的盈語 是實際盈語的 我們講就是說甚至好多倍 甚至說實際上我是虧止的 但是我帳面的盈語也很多 那結果每個股東就發單 就按照這個東西 按照支付比例的發單課程 每個股東就中了守的稅 那我們就多多多官司打到行政法院 當然如果說依照法律給你撥回也沒話講 那個行政法院那個時候法官那個叫平氏 那個時候叫平氏 那個時候他的駁回的理由 讓你看到覺得屁笑結尾 他說對 人家課你的個人中的守稅 你為什麼在主張公司的盈語多少 就這樣子就駁回了 那我們覺得那我課稅的來源是那邊的盈語 我當然主張公司的盈語你的計算有問題 他說我是課你個人的守稅 你在主張公司的盈語 可是這個我們以後要怎麼究竟呢 我們也沒有辦法在盈究竟 因為他的見解錯誤並不是法律事務所誤 那他見解錯誤我們要怎麼講呢 所以現在 那等一下就是說我們有很多專家 包括說我們那個理律事務所的蔡律師啊 還有我們的黃老師啊 還有我們那個蔡老師啊 那還有等一下還有幾位專家 要來做禮堂啊 報告就舉這幾位 我想在今天特別非常 我想今天在這邊我非常高興就是說 我們現在國內已經在 做這一種東西的研究跟推動 但目前為止我們也了解 真的要成立那個專責的財稅法院 在目前為止條件 要離那個成熟的程度 還有一段蠻大的距離啊 不過有人提出來 總是走一步會上一步 那我們也希望差不多三五年後 我們這個能夠成熟 當然最重要的是說人的養成啊 因為剛剛我們那個Mr.Minan Hall 他講到他們一個法官的養殖 最起碼財稅法官的養殖起碼要六年 那我們要有直播的這種人員來的話 我在想也是要五六年以後的事 我想我今天在這邊做一個情人的報告 那我們直接就 接下來我們就由我們這幾個 那個養殿人來主題來主持 首先我們要請的是 那個理律法律事務所的 蔡嘉誠律師 謝謝 主持人 然後各位委會的學者專家 大家好 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討論一下 從一個第一線的 這一個職業者的角度 來看目前這一個 稅務行政救濟的一個 我不觀察到的一個生態 跟目前應該要改善的一個態樣 然後最後會經過一些思索的一個過程 去思索說有沒有可能有一些解決的方案 那怎麼樣來解決這樣的問題 然後把它提出來 跟大家一起來做一個交流跟討論 那在進入今天的那個主題之前 那我還是先說一下我最近看了一本書 那那個書的標題叫做 砍掉重練 那這是一個台灣的工程師 他到美國西部去工作 他的一個心得 那他說觀念的差異會影響到格局的差異 那這個書大概就是說 這個工程師他說 他們在做一個研發的動作的時候 一開始會先求有再求好 那他會容忍一開始 有一些小小的一個技術的瑕疵 但他們這個過程裡面 他們會不斷的去檢討改進這個瑕疵 或者是去找出更好的方法 那如果他們發現這個瑕疵 最後沒有辦法改善 或者是會造成更多的影響 以後他們產品如果上市的話 會不斷的要去更新 或者是要去做一些 刻數的動作的改善的話 他們會淋悅把這個整個計畫定掉 就砍掉重練 不管他們之前投入了多少的行李 但是在台灣他會發現台灣的科技也會 因為以前投入那麼多了 砍掉重練的話很浪費 他們捨不得這樣做 那所以我就想說 如果說我們觀察說 目前台灣的稅務行政究竟的制度 確實有一些重大的問題 那我們是要思考來改進 當然改進的方法有包括 這整個砍掉重練 這個當然是比較大 比較激進的一個做法 但是如果說還有其他 比較微小的做法 譬如說可能有人提過說 就增加鑑定人的制度 或者是像學習制裁法院 有一個技術官的制度 當然現在其實都有法官助理 有像會計背景的法官助理在幫忙 那鑑定人其實我們以前提過一些鑑定的報告 但是法院不一定長 那我正在想說 如果這一些微小的調整 我們還是沒有辦法改善 目前行政救濟的一個狀態的時候 我們是要考慮更進一步 學習像國外的制度一樣 設立的獨立專門的一個柴稅的法院 那是不是我們有這個勇氣 來做一個砍掉重練的一個動作 當然魯國這個方向是慢慢的確立之後 接下來可能要考慮的就是人跟錢的問題 這可能就是人才的培育跟司法的資源 就是這個預算怎麼來 那這是下一個階段的問題 那首先我目前觀察到的 稅務行政救濟的一個狀態 那我從一線的觀察者看 就是剛剛余慧者有提到 就是我國的稅務行政救濟的這個聖書於來臨 那待會黃施舟教授會有比較完成的報告 那除了說聖書欲滴這件事情 我們第一線在看這個法院的運作的時候 會發現說我們去法院打一個案子 然後稅局反正我復查做出來 我的意見是這樣 我覺得從頭到尾就是這樣的意見 不管我是用實質磕稅 或是我是協議 反正我從頭到尾都會講一模一樣的話 然後不管到了法庭上 我們舉出任何的新事證 或提出任何的新的主張 他永遠都是照抄 講一模一樣的話 等到法官會問他一些問題 會請他提出新的資料 國稅局還是說 像說祥如打電狀所長 然後他永遠都提出任何的資料 然後可是你都會想說 這樣子表示看起來蠻樂觀的 對方提不出任何的資料 法官的態度也很好 那應該就是會有勝訴的機會 但是結果呢 大部分的案子還是敗訴 所以除了那個勝訴率的部分比較低於外 就是說在第一線觀察就是 你會覺得即使國稅局他不做任何的事情 感覺上他只要找一個立牌過來 他還是可能會打贏這個案子 你就會覺得 或者是納稅有人就會覺得 但是不是裁判的公正性會有一些問題 那現在就會發現一個現象就是 等到案子可能就會慢慢的被架空 就是納稅有人會覺得說 反正我打行政救急 我打訴訟案子不會贏嗎 那我現在就是邪談了 我就盡量把案子往前面 盡量就在協財的階段 這個國稅去把它彈定 所以案子就會慢慢的減少 看來一個數據 就是95年的時候 高等行政法院收到稅的案子 收案量還有3600件 到了102年的時候只剩下900件 那當然每一個機構的解讀可能不一樣 我在112年的術院裁判會 也有看到他們的序言裡面提到說 是因為他們術院的裁判品 術院決定的品質非常好 所以大部分的稅務人 就不會再把這個案子提到法院的階段 但是這可能是見仁見識的問題 但是確實是直接就衝擊到 我們第一線的這個從業人員的 這個業務的問題 那這是非常的嚴重 然後另外是說 那稅務人他不打這個稅務出眾 他提前到這個 前階段去做這個協調的時候 就會出現很多很特別的人 就是我們很多的客戶都會出現 有一些什麼顧問 好朋友 或者是留意人士 然後往往很多是 反而是稅務機關退下來的 資深的官員 那我們就會覺得很無奈 就是說好像我們的專業也沒有地方 可以去發揮 那其實透過這樣的壓力去做協談 其實稅局的官員其實壓力也會比較小 那當然因為行政法院沒有去在各案 或者是及時去糾正 稅局他們在一些案線上的一個瑕疵 或者是整個稅制的問題 所以相同的問題 不管是商業的案子 或者是有價證券 自喜派利行政的案子 就會不斷臉生 當然最後都會在一個 最高行政法院的決議 得到一個決定 但只是說不一定是他稅務人認為 合理的一個一個結果 那我就在思考說 這樣一個可能需要改善的一個現狀 要怎麼去改善 那當然可能有一些人會提議說 就唯一條 唯一條 譬如說我們可能加強法官的訓練 或者是說我們透過找專家三審 或者是找每一個案子都找監定人 這個都是可以討論的 但是目前看到有一些方法 譬如說找監定人或者是專家三審 可能有一些其實也不是那麼可惜 那在目前的稅務專品的運作下 思路不是那麼理想 那微調也沒辦法改善 我們就會想說 那到底別人是怎麼做的 那我們就去看了一下 國外的這個資料 那當然除了剛剛德國提到的 然後另外就是比較大的先進國家裡面 有這一個獨立的專業的這個財稅法面 包括這個美國跟加拿大的部分 其實他們都運作了非常久 那所有的先進國家他們在設專業法庭 第一個設專業法庭都是財稅的專業法庭 然後他們都是 他們挑戰到因為這個財稅的問題 影響範圍非常的大 然後另外就會想說 別人有這樣做 有一些成功的經驗 那我國其實在這個財產法院的運作上 成立之後好像多數的評價也還不錯 所以是不是可以試著朝這個方向去考慮 設立一個專門獨立的一個財稅的法院 接下來我就想說 從四個面向去思考說 我們在第一線職業的時候 如果設一個財稅專門法院 可以是不是能夠解決目前 單純的行政法院的一個專題 沒有辦法處理的問題 那第一個當然很多 剛剛專家一定有提到就是 我們需要去累積這個 專業法官的這個財稅審理的一個經驗 因為目前的這個財稅專品 稅務專品還是可能有監審其他的案件 還是沒有辦法把所有的行李都投注在稅務案件上 一旦你做了其他的 其他類型的訴訟案件之後 你可能就會排擠到稅務訴訟的時間 那可能也會影響到這個時程的延到 然後另外就是 我們發現目前 有關於限制書記的部分 那目前 其實這法院並沒有主案去做審理 但是我們認為說 這個限制書記這件事情 其實是影響到人身自由 是屬於法官法的部分 應該要去一個主案的審理 那你目前的人力的話 可能這個原額是沒有辦法 那未來是考慮這個部分 如果設計獨立的財稅專門法院 在原額充分的時候 這個部分應該要主案的做一個審理 那另外一個是 目前現狀下 其實法院的這個 法官的零選選拔的制度 是跟一般的這個 法官的選拔的制度是一模一樣的 那有沒有可能像美國或者是德國 你可以從比較多元的選任的方式 包括從一個曾經有職業過的律師 學者或者是教授 去選拔這樣的人才 有這樣的經驗的人才 或是從學校的教育 還有在職的訓練的教育裡面 去加強這一方面才對的知識的加強 那另外就是說 當然最重要還是從這個經驗上以外 就是他們要重新 重新就是重新整個 或者是從他心裡面去教育他們說 其實他們設計這個行政法院 或者是這個採稅法院 他們最重要的目的 是要保障納稅委員的權利 所以你一定要這個觀念 憲法上的這個觀念 他們未來呢 才能夠站在納稅委這一方 來看這一件事情 比較客觀獨立的看採稅的案件 然後最後是我們在處理案件上 遇到目前專門的專題 沒有辦法處理的就是 我們有案子 也得起來不少案子 同時衍生的這個刑事訴訟的部分 那同時衍生刑事訴訟部分 我們有很多的案子 目前就是因為有互相的等待 停止訴訟的問題 案子拖了很久 那我也有發現 案子最後在行政法院跟刑事法院 最後的結果是不一樣的 裁判起義的現象發生 那當然可能有的人會認為說 或是行事的這個標準 跟行政的標準不一定一樣 但是這個其實對於納稅人來講 他會覺得 為什麼要跑兩個地方 然後跑稅的結果又不一樣 這個其實從納稅人保障的角度來看 我們認為說可能有機會的話 有關於稅所衍生的案子 可以合併起來 在這個裁稅法院 一起來審理 那這個其實也有先例 就是制裁法院的這個先例 那最後 節省一下時間 結果我就說 我自己想了一下就是說 如果真的設立了一個 裁稅專門法院 然後如果順利運作的結果 其實是有助於這個 很多的面向 包括就是有助於累積及培養 涉業的這個裁稅人員 那其實我們目前遇到的問題就是 很多人都不願意進來這個領域 我每次都在我們的事務所 要去找人 做這個稅的案子 然後我都要撲口婆心的跟他們講說 做稅的案子這怎麼說 但是每一個這個同事 新的同事都會說 就是說 不要啊 你們那個派出品那麼高 做了沒有成就感 可是我跟他們說 其實你不要這樣想 你想想看喔 我們如果做一個案子 打贏了對不對 客戶很開心 然後我們賺到錢 然後呢 納稅人的權利得到成長 輸了也沒關係啊 你看外面那條馬路 有沒有 鋪得那麼平那麼直 就是我們這個案子輸了 還那麼平那麼直 然後跟他說 你看做財事的案子 一點壓力沒有 打贏打輸都很好啊 但是還是沒有人要進來做 然後你就問那個資深的同事 我那一次跟資深的同事聊說 你最近做稅的案子怎麼樣 他說 我最近可能覺得 我可能要去做那個 申請那個指摘 因為呢 我是我們事務所裡面呢 敗數率最高的律師 然後我累積的這個 敗數的技能是最高 所以就是說 資深的人 他會覺得很無奈想要扯 然後心靜的人不想要進 這是第一個 對人才累積最大的衝擊 然後另外一次 有關於 對於這個稅制改革的部分 我覺得是 這個市場之間應該有一個影響 一個保持支付運作結果 有助於說 給這個國稅局的壓力 及時在低時間 改革稅局 如果沒有的話 因為現在的現狀就是 我們做顧問的就是 客戶來問 然後每個人跟他說 這個規定是這樣 客戶說 規定就是 白紙黑紙就是這樣做嗎 但是我們不排除 國稅局會 會怎麼樣 不用時時刻稅 還是什麼什麼的說 所以我們結果是 不排除怎麼樣 然後他說 我做了啊 沒關係 我可以把行政救急 我一定引來 因為法條都寫得那麼清楚 我們跟他說 可是我們不排除 說法院會怎麼樣 所以我們的意見呢 每個意見都長得一模一樣 就是 法律是這樣規定 但是我們不排除 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客戶就問說 他到底意見是什麼 就是我們目前 遇到很多的困擾 就是這樣子 最後就是說 當然 如果這個運作的結果 是成功的 那有助於改善他的 稅法形象跟促進經濟發展 那因為我們目前遇到的就是 如果是國內的客戶 他每次經歷過一個 稅務訴訟之後 他第一句話就是說 我不要投資台灣 我要準備給你們 好 國外的就是說 為什麼你們的制度是這樣 如果搞不清楚 我要投資 你不是白指定是說 可以得到優惠嗎 為什麼升級之後都得不到 所以我要轉到韓國 我要轉到新疆 我轉到哪裡去 所以 我們 如果說 確認說 這是一個方向 他做了會有一些效益 那我們可能下一階段 可能再考慮看看 人跟錢的問題 那 當然有可能 學者等下會分享 可能會覺得這個做法太激進了 那我們也贊成說 可能 如果有更多適合的方法 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歡迎來討論交流 那另外就是 最後還是想講就是說 以制裁法院的經驗 他的案件相對於裁判案是少的 那他現在運作的結果是好的 大部分的評價是好的 所以大家對這個制裁法院的評價會蠻高的 那其實對我們納稅人 跟人家說整體的 這個社會上的每一個人 對制裁法院的印象就會改善 改善之後呢 就會對整個司法體制的印象也會改善 那目前所以的案子那麼多 如果能夠順利的推動制裁法院 然後改善目前現在的一個 需要改善的一個現狀 那相信對於大家對於這個 整個司法的信賴度會提升 謝謝大家 各位旅客來賓 大家好 那我非常感謝各位 這個再次參加支持我們的這個 北上大財政系 來做這個稅務的 這個實際的一個問題的一些 討論跟觀察 那這個剛才聽了 蔡律師這個經濟 雖然檢傳單學經濟的一個演講 讓我差點掉下眼淚 為什麼呢 因為我跟他都是一起律師 一起受訓的 我記得當時我坐在你的前面 你坐在我的後面 我們是一起律師受訓同一批的 然後我律師受訓完之後 這個就到了這個情業 裡面做稅務的一個相關的工作 然後後來呢 在退役之後呢 進入了資產會計師事務所的這個法律部門 補華商務法律事務所 來進行稅務訴訟的案件 您剛才有提到說 蔡律師剛才有提到 這個有資深的律師 這個要申請執災 因為他的這個案件量 跟這個金額是上所之貫 那我必須可以跟你坦白一點說 我相信他的數字還是比我低的 所以在當時的話呢 我有承辦過一百多件的這個稅務案件 如果我們記錯應該是三件還是四件勝訴 那所以我就是這個避免呢 直哉的擴大 所以就只好回來學校驗書 然後呢 有幸呢 在這個台北商業大學的財政稅務系 來去培育將來的財稅的行政的人才 所以呢 就是把我在過去的這個 這個慘痛的一個經驗 寄望在將來的學子的未來上面 所以這是從這樣子的一個轉合 所以我當然希望財稅法院能夠成立 並且改善現狀 因為當時的執災呢 其實還是繼續烙印在現在的心裡面 那要跟各位分享的是說 從一個數據的一個觀察的觀點 從實證的觀察觀點的話 為什麼說呢 這個剛才諸位先進都大概會聽到6% 這個數據是怎麼算出來 是期望值 真實的 不是說真實的 就是我們逐外去統計出來的 那那時間嚴固 所以我這個簡單來去說一下 這個 這個面對呢 這個各界人主張說 我們這個財稅的訴訟案件的話 是沒有辦法得到一個很好的一個救濟 那司法院有統計 97到101年的平均勝訴率的話 有15.92 而且比日本還要高 當然日本部分等一下 蔡孟宴、蔡老師的會跟我來分享 日本的真實的狀況會是什麼樣子 但是當時我看到這樣的新聞稿之後 就我多年觀察這個財稅的判決的事實 我總覺得這個怪怪的 然後呢 後來呢 我就再去看了司法院公報的相關資料之後 發現了 勝訴跟敗訴 然後還有等等之類統計起來的數據 感覺都不太起 那都不太起來的話 只能幹嘛呢 只能自己來去找答案 那找這個答案呢 這個花了不少時間 而且還有非常多的一個人力 那我們的做法呢 就是把100年、101年、102年的這個高等行政法案 我們先只講高等行政法案的部分 的那個判決裁判 實體的裁判 程序的那個不管 實體的那個 就是勝敗訴的一個結果的一個裁判 我們一個一個案件 一個一個案件來去做統計 然後呢 所以我們的背詞是3122件 然後呢 在這些案子裡面的話 單看一審的判決理由 就是高院跟地方法院的 地方法院習政體的稅務判決的這個結果的話 有利納稅義務人的呢 有411件 當然納稅義務人有包括行政機 跟公益線 這個我們就先把它拿掉了 以單純的這個司法人 或者是個人來說的話 然後呢 這些案件的話 我們得出來的 初步來說是13.16 就是你可以拿到一個 看起來是贏的判決 就是原主分撤銷的判決 但是呢 千萬不要這個太惡觀 因為稅局會上訴的 稅局上訴逆轉之後呢 把這些56件逆轉拿掉 剩下355件 也就是只剩下11.37 好 那這11.37就是說 你拿到一個對你有利的判決 稅局沒有上訴去翻盤的一個案子 有11.37 然後呢 我們進一步去看 這些11.37的一些 300 我看一下 355件裡面的話呢 他的那個這個 判決的理由的話呢 勝訴的理由 大致上有幾項 像重新重刑 被告機關認諾 大法官釋憲 程序違法 判決基礎變更 這些事呢 誰去打都會贏的 也就是說這個案子呢 你只要是正案子的當事人 不論是你的情況是怎樣 你就是一定會贏 比如說稅把改了 重新重新處罰規定變新的 或者是說 稅局自己發現自己算錯了 所以他自然呢 當然是會判決勝出 那這些你當然一定會贏的案子 扣掉之後的話呢 我們得出來 這一個 是剩下7.15 這些剪掉之後呢 剩下7.15 那這個7.15 還必須要再進一步的 做一個篩選 這個篩選的話呢 我們可能要去看 有沒有是說 原機關未進職權吊詐的 或者是說 這個勝訴效率呢 是過小的 那因為我們發現有些案子 他我們發現呢 他的那個勝訴 我們可以發現的這個勝訴金額 其實是非常的危險 比如說 這邊的102年 數字808號的一個判決的話呢 那這邊的話呢 原告勝訴 勝訴效果呢 是5塊錢 就是算錯了 稅額算錯說5塊錢 而且是稅局自己的 自認的 說他算錯的 然後也有那個 說減少900多塊錢的 然後我記得 那個第二名還有看過 是減少7塊錢的 所以這些 減掉之後呢 最後我們可以發現是 法官針對個案審理 針對個案的事實 然後去把他 把他這個 這個判決到這一點的勝訴 而且稅局也沒有上錯 這些之後 種種全部算出來之後 最終呢是180件 這180件 最後算起來自然而然 會得出一個6.11的一個 這個勝訴的一個期望值 也就是說呢 今天你打這個案子 你有6.1%的機率 你可以期待呢 反觀針對你這個個案距離審索 並且站在你這一邊 那這樣子的一個數據的話呢 其實呢 還有一點點膨脹 為什麼呢 我呢 還有看到是說 有一些案子呢 這個台灣跟德國的法律 這個稅務判決 一個很大的差別是 台灣的稅務判決 即便是撤銷了 他就說原屬分 這個有所為誤 然後呢 這個撤銷 這個由 這個原機關定為司法之屬分 那如何為另外 定為司法的屬分呢 沒有講 所以呢 據這機關可能做他自己認為的 司法的屬分 結果那是一人覺得 你的司法不等於我的司法 所以就再吵一遍 那吵一遍的話呢 就是三年到五年了 所以呢 基本上面來說 這讓很多的訴訟資源 在不斷的在那邊去空轉 然後呢 當然還有很多的案子的話 即便勝訴 但是我不知道他的贈送金額多少 那你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這個案子 贈送金額多少 在判決書裡面看不出來 真的看不出來 從頭到尾 就是看不出來 他的勝訴 或是敗訴的影響金額是多少 就是看不出來 好 所以呢 我也沒辦法去做一個比較清楚的 然後呢 在這邊觀察之後 你還會得出一個很有趣的一個現象 就是說呢 在不同省級的法院的話 你的勝訴率會有差別 也就是說呢 你金額越低 然後呢 越是從地方即正法院開始的 特別是在台北地院的 或者是板橋地院的話呢 你的勝訴率越高 但是請不要太高興 因為你拿到勝訴的判決是減的 因為呢 國稅局一定會上訴 那特別是桃園地方法院的 這一個 這一個 行政的判決的話呢 稅局的那個上訴成功率是將近百分之百 所以呢 如果你今天有一個案子 在桃園地方法院的行政訴訟 你在打的話 你拿到判決你覺得法官判得很好 但是不要高興 按照那個法官的說法的話呢 你一定會在 你一定會拿到一個敗訴的判決 台北到的賢安法院 據說呢 對桃園地方法院的法官的判決 一直有很深刻的一個起見 好 所以這樣子算起來的話呢 就會發現其實好像 有一些可以解讀的空間 但是呢 我們必須簡單的說法 在這個部分呢 如同剛才 蔡律師所提到的 我們的這個財稅的訴訟的事件的話 逐年再減少 從這個以前我們剛開始處理的時候 是3000多件到現在的900多件 沒有錯 而且呢 現在逐年再下降 以最近這個100年到102年的 這段時間的話 每年平均下降16.3% 勝訴率越來越低 訴訟案件量越來越少 當然從另外一個角度 也會解讀說 人民的話呢 基於我們行政機關的訴願 跟訴查體系的這個完備 所以人民越來越不喜歡打稅務訴訟 當然我們可以做這種比較樂觀的解讀 當然我的解讀呢 可能不是這麼樂觀的 因為呢 6.1其實正代表著 納稅醫務人無法透過 稅務法院的方式 這個 這個死刑證法院 來去制衡激增機關 因為激增機關會想說 我今天都跟你復查跟訴願的話呢 那你今天還要去打 然後你的數字就是6% 然後我的數字是94% 請不要忘記 然後那6%還是回到我手上 我只回到我原點 所以基本上 激增機關就會跟納稅醫務人 進行所謂的訴訟上的投機 而且這個投機的勝率的話 激增機關永遠在最大的那一邊 那當然 訴訟案件量逐年減少 這也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問題 就是納稅醫務人逐漸的放棄了 甚至有可能 就有一些像剛才這個蔡律師所提的 這些退休的財稅的一個高級官員的話 就會來進行一些訴訟輔導的一個工作 當然這訴訟輔導不是無常的 那這個其實並不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情況 所以自然而然的話 慢慢的這個可能就朝到不好的地方去發展 那當然從最高行政法院的話 也有是值得去探討的部分 所以要考驗來說的話 從我們的統計 上述翻盤的機率 激增機關是納稅醫務人的兩倍 也就是說激增機關它可以起到說 一神我拿到不開心的判決 二神會讓我開心 而且我開心的機率是納稅醫務人的兩倍 那其實這也是會讓整個激增機關 比較不會認為自己有感性的一個必要 好 那在這個後面的部分 因為時間緣故我就簡單說了例 說到這邊 那請各位等一下我都是這樣 謝謝 好 那主持人呂律師 那在座各位來賓大家好 那接下來就我稍來講述一下那個對照組 因為其實剛剛蔡律師有提到 其實就是說像德國啊 美國啊 加拿大 這些國家它是設立專門的財稅法院 那日本它其實沒有專門的財稅法院 可是剛剛陳如那個洪主任說的 我們的司法院當面對那個怎麼說呢 當面對大家批評說我們的那個稅務訴訟的 勝訴率太低的時候 它有一個強有力的救援投手 叫日本 因為我們的司法院說 你看我們的勝訴率還有只有6% 日本只有11% 那其實有時候看到那個時候 就是之前也跟在座可能有一些星際 有聽過談過 你說其實日本11%那一年還算是比較高的 日本去年是6.7% 6.7% 那其實基本上如果看這個文章 會看到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他說 日本的學者就是問自答 你覺得6.7%很低嗎 告訴你不低喔 已經很高了喔 他說 因為日本的租稅救濟 日本的稅的處罰 是以刑事處罰為原則 刑事處罰反而變例外 那日本有一個推照組是什麼呢 日本的刑事訴訟 只要檢察官提起公訴 它的不罪率是0.2% 所以基本上日本的稅法學者就會說 你說我們低嗎 那對照形式訴訟你看怎麼比啊 那其實基本上如果看日本的文章 他會告訴你一件事 其實對日本的稅務訴訟勝訴率不高 是沒有錯的 可是基本上他會講到一件事 是因為日本國稅局不打沒把握的仗 那個其實基本上訴訟 他的勝訴率不高是沒有錯的 這個勝訴率雖然比較低 可是基本上在等一一根本不一樣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大家稍微跟他說明一下 他們有一個統計喔 日本的所得稅的部分 比方說個人的中所稅 跟法人的法人稅 加起來一年的申報案件 大概是800萬件 一年大概有800萬件裡面 會要求重合的 他們的重合叫 在漢字會寫的叫申請更正 這個800萬件裡面申請更正的案件 一年大概有多少件呢 23萬件 800件會變成23萬件要求重合 那要求重合以後還是不滿意的話 接下來就會進入這個程序 就會這邊 這個程序其實是某個角度 其實就有點像我們可以這樣去理解 有點像是我們的出稅救濟的 複查 訴願 其勝訴訟 那日本的複查 我們的複查在日本叫做意義 那我們的訴願他們叫不服審查 那接下來就是訴訟 那我後面有一個數字 大概是在第9頁的部分 它的意義一年以後 就是說以平成25年 就前年的例子來說 前年大概有4000多件 這個23萬件會跑去意義的 這只有剩下4000多件 4000多件 那4000多件 因為意義的話 原則上按照他們的食物的處理方式是 這裡有提到 原則上是以三個月處理終結為目標 那基本上這個意義的部分 那個就是說平成25年 處理了4000多件 那審查請求的話 處理了6400多件 那這6400多件是因為 還有前年沒有解決掉的 所以這一年度看起來 這個審查請求的部分 那個比較多 那這裡其實還有一些關鍵 我們說如果是從聖書律的話 它的意義的話 就是相當我們的覆查 它的聖書律是大概一成 那如果到了相當於我們的數月的話 大概是一成多 大概是一成多 那再進入訴訟的話 這個600多件 後來到訴訟的話 變成不到400件 變成不到400件 那前年的案子 訴訟終結的383件 一部或全部有理由的只有6.7 只有6.7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司法院 要以更強而有力的數字的話 應該是以這個6.7的 可是日本的學說 有去日本的文章 有去講到說 這個6.7怎麼來的 他說他本來大概都有 維持了大概十幾%的數字 為什麼6.7會蹦出來 是因為他們的行政 他們的行政不符審查法修了 他們的行政不符審查法 有點類似像我們的數月法 也就是說其實日本對於租稅救濟的解決 剛好跟德國 它呈現的是一種不同的典型 德國可能強調的是在訴訟制度 由專門的法院來保障納稅人的權利 可是日本人比較踩的是在訴訟之前 訴訟的前階段去解決那個案子 所以我剛剛就有提到說 一個800萬件的申報案 那這個800萬件其實是因為 日本人原則上一般人是不大 是幾乎不 就是說一般的壽星階級 是幾乎不做所得稅申報的 因為日本人 基本上如果他薪資沒有年薪 沒有超過1000萬的話 他根本不曉得所得稅怎麼報 也就是有的人可能一輩子當中 從來沒有報過稅 因為他的薪資都是工資扣繳 到了每年12月的話 問他有沒有需要做調整的 沒有的話工資就直接幫他解決調整 那基本上那800萬件是這樣 那這800萬件裡面 有23萬件要求重合 那到了複查 到了相當的複查 就剩下4000多件 到了數院上 也是維持大概這個數字 那這個數字是怎麼來呢 這個數字是怎麼來呢 大概也稍微先說明一下他們的架構 他們的架構 剛剛有說到說 那你如果針對這個核定還是不符的話 第一個階段是異議 第一個階段是異議 那其實在日本法裡面 他很清楚地去想到說 到了異議階段 到了異議階段結束前 是他們所謂的稅女士 稅女士負責當事人去處理的一個範圍 如果到了異議還是沒有辦法解決的話 進入審查請求 就是相當我們的數院階段的時候 這個時候律師就開始進場了 這個時候律師就開始進場了 那我剛剛有提到一點就是說 它其實日本法跟台灣不大一樣 是我們這邊是 如果是國稅 那是就訴願到財政部 那財政部有訴願會 那在日本的話 如果是國稅 它有一個專門審查 那個異議決定是不是合法的 這樣的一個機關 這個叫國稅不符審判所 這個國稅不符審判所 在日本一共有12個地方 設國稅不符審判所 它裡面一共有472個職員 而這472個職員 大部分是來自於什麼呢 法官 退下來的法官 檢察官 這個是他們以前有稅務背景的 然後他們會定期去招募 會計師 律師 還有大學交稅法的老師 招募一次是三年 就是說他招募進來的會計師律師 跟稅法的老師 他是三年一聘的 那這三年一聘的話 基本上這裡會有三個人 去組成一個 我應該是寫在這邊 他去組成一個合議點 比如說這個國稅不符審判所 他的審判官 他是合議士 那基本上可能這些人 他其實都具有專業背景的 法官 檢察官 會計師 律師 甚至是這裡面有寫到的老師 他其實都是有一個稅務的背景 那在架構上 在架構上雖然他是地主在 比方說我前面的部分 有去把這個架構弄出來 這個國稅不符審判所 他的架構雖然在國稅廳 在國稅廳底下 看起來好像是一個非獨立機關 當然有一些日本人他們在說 如果你要讓這個 國稅不符審判所的制度 可以更獨立化 你應該讓他直屬總理大省才對 不過這個東西是還沒改 不過就算他還沒改 其實在這一邊的話 其實因為通常 通常那個不符審判所的那個所長 他其實大部分會是 那種比較得高望重的老師 或是法官來擔任的 所以有一次的那個 國稅不符審判所的所長 就是一個在日本法學界很有名的老師 叫南柏方 是由南柏方老師來擔任的 意思也是說這個審判所 他其實是具有一定的獨立背景 縱使他是設在那個國稅均底下 這個國稅不符審判所 有一個好玩的地方在哪裡 好玩的地方在他去年修了這個行政不符審判法以後 那他們基本上現在可以幹嘛呢 就是說他們這個審 就像在我們的術院的階段 他其實已經有把它類似當訴訟程序來進行 他們在審理這個審查階段 他必須先列審理計畫 也就是說有點類似像我們的準備程序 要去做徵典整理 那我們要審哪一些徵典 這個是審判所的這些審判官跟原告 就是說跟那個審查的請求人 他們共同決定以後 就按照這個部分去玩 那所以也就是說 當他進行這個審查請求 如果後來他還是拜的話 這些人會拜得比較欣服口服 會拜得比較欣服口服 所以他會出現一個狀況是說 到了審查請求還有三、四千劍 跑到訴訟去的話 竟然只剩下三百度 也就是說如果在我們這邊 假設他已經打到訴訟去 訴訟還是縮的話 基本上會再進入訴訟的案件 應該不會差太多吧 可是在日本他呈現的是十比一 也就只有十分之一的人願意去訴訟而已 十分之一的人願意去訴訟而已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 大概在日本法上面說 我如果去看待他們的 就是說看他們的一個數字 覺得很怪的地方是說 因為我們的司法院一直說 我們已經很高了 日本比我們低太多了 可是人家低的原因是 因為他在訴訟前 就已經把那些分枕給解決掉了 那我要做的是說 當然要不要建立財稅法院 這是一個選項 那另外一個選項可以 財政部這邊也可以做的是 如何讓我們的訴訟制度 也許更獨立或是更有效率 這個可能也是一個可以考慮的方式 這也是一個考慮的方式 這個大概是日本法給我們的一個啟示 那大概我可以講的部分 就是說給大家一些參考的部分 大概就是這樣 不過可以跟大家提醒說明的一點是說 日本他們在去年修法的時候 我剛剛有提到說 像這個部分就相當於我們的複查 日本天安複查制度已經改選擇制了 日本現在的制度是他基本上已經不用 你要不要進入相當類似於複查的階段 由當事人自己決定 因為他們認為說 因為有些當事人他還是有疑慮 因為就是說他們的異議階段 還是由他們的稅圈原機關的稅務人員來審 那他們會認為說 這個公正性可能有問題 所以他選擇直接跳過去 那原因是因為 日本其他的行政訴訟的部分 老早就可以允許他們跳過去了 就唯獨稅務訴訟 稅務救濟不准 這個部分去年已經開放了 不過我要說的是說 其實大概在好幾個場合 我都有講過就是說 日本他們有專門處理 就是說那個稅務 租稅救濟的話 他們有專門的審理官 而這些審理官 基本上是從稅務大學出來的 比如說他們可能有一個 他們有一個機構 是專門在負責要上前線 跟原告的那個 就是說納稅義務人 他所推出的專家 會計師、律師去對戰的這些人 他們其實是也有經過訓練的 他們也有經過訓練的 也就是說 基本上他不會去推一個 可能對法律概念不大了解的人 然後去對抗會計師跟律師 說個白一點是說 如果假設我們認為說 真的專業講不平 會計師跟律師 反正後面還有一個後備部隊 可能那個法院會站在稅薦計生機關這一邊 在日本法上面看起來 倒是不會有出現這樣的狀況 在日本法上面 倒是不會有出現這樣的狀況 那他們的救濟基本上 大概就給我另外一個思考的方式 那最後我大概提一兩個 其實跟我們的訴訟制度有點管 就是說我們的諸稅救濟有關的是 在日本他們原則上 因為採執行不停止原則沒有錯 可是他們執行執行到什麼呢? 他們只有執行到保全程序 他們不會真正做換駕程序 他們的換駕是一定到確定 確定你敗訴的時候他要去換駕 除非你納稅義務人願意先換駕 那也就算了 不然的話日本的法院 日本的稅務機關他也很怕 我如果真的執行以後 後來被納稅人勝訴了 那我就慘了 因為有利息的部分 因為有利息的部分 那這是一個 那另外一個其實還是要跟那個 在座各位說明的是說 其實我常常在看我們的法院的一些理由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有點搞不懂 就是說我們的行政法院的判決理由曾經講 台灣的那個駕稅救濟的訴訟標的 是採真田主義 然後有些判決還講到這是學日本的 可是我在日本法看到的 日本是採總額主義 而不是真田主義 那他們是例外的狀況之下才採真田主義 為什麼會採真田主義呢? 原因是不希望稅權機關有那個什麼呢? 那個答辯的理由變更的情形 那個時候才例外去採真田主義 不然原則這樣才採總額主義 那這點是跟大家做分享的 那以上大概是我一個簡單的一個報告 好 謝謝 謝謝 非常謝謝剛剛三位報告人 這個 就這個題目做了一個 不同的角度 但是非常聚焦的討論 這個剛剛聽到 蔡老師講到日本的制度 講到這個日本叫一義 我們是複查 我非常好奇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的複查制度裡面 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是水武機關的立場 行政法院一向都支持 就是原來一百塊錢的所得稅 複查以後變九十八塊 然後蘇院行政訴訟 這個法院認為應該設定處 於是回去重新再核定 核定以後變九十塊 然後再訴訟 蘇院再訴訟 然後行政法院又認為應該設定處 回去 這時候已經過了很多年了 於是這個 所以有人就說 誒這個科學期間的事情 過了 可是好像 水武機關認為說 沒有過啊 因為這個 一百塊錢沒有撤掉 所以撤的是九十八塊 那但是 但是如果 如果要去就一百塊錢 增值的話 有人說 可是一百塊錢已經變九十八塊了 所以一百塊錢不可以增值了 然後我們行政法院這樣認為 所以 於是我們的這個 因為複查制度的存在 好像存在一個 這個 課稅啊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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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上沒有失效 可以一直往下走的這樣的情形 我不曉得 這麼高明的制度 日本不曉得也夠不缺貨 那 這是 因為講到複查制度 我想到 那今天我們這裡有 請到 非常高興請到 台人 我們請到最高行政法院的 林文中法官 我們請到了 財政部副罪署的 許慈美的 許慈美副署長 還有 母法商務法律事務所的 蔡導安 蔡律師 以及德勤商務法律事務所的 林瑞兵 主持律師 主持人 不好意思 還有我們財稅系的 黃雅輝 法律教授 是 後來 這個 非常歡迎 那我們的順序 是不是就 按照 這個 表定的順序 是先請 林文中 林法官 就今天的 這個報告 做一個 理談 謝謝 主持人 報告人 還有 各位議談人 還有一位的各位 貴賓 李氏先生 大家 這個 午安 快中午了 這個 再一次來參加 台北商大這個 有關稅務訴訟的研討會 那個人是 也是誠亡誠恐 那同樣的議題其實在一月初我們就已經有 有這個 涉獵過 那現在又 加在一個所謂稅務專門法院的這個議題 那 以下呢 我個人 請就 這兩個 重大的這個 這個議題呢 表示個人的意見 那講到這個 稅務訴訟的勝訴力問題 我想 黃教授 黃主任的這個 這個統計數目 當然 讓人來解答非常悲觀 反正只有6%的 6.1%而已 那其實 我覺得他是蠻挑剔的 蠻挑剔的 那這個 這個挑剔的結果 當然得到的結論就是說 讓人來悲觀 悲觀 我想其實 現狀可能 我想 應該不至於如此 我緊就他這個 他裡面是幾個 統計數字 提出一些看法 那我想有救教於這個黃教授 善盡我理談人的責任 他裡面提到說這個 就是他的 他的獎益裡面的第五頁 提到說 他要把這個 這個勝訴力在 所謂勝訴力跟禁勝訴力的問題 把那個 一審得到勝訴判決 減掉 上訴可被會記的部分 那剩下就是禁勝訴力 我想這邊其實他 如果是說 站在人民勝訴的角度看的話 恐怕要看到一些 就是說 那個 人民一審勝敗訴以後 可是二上訴以後 人民上訴以後 在二審得到翻轉了 那這個也是就是 人民會來得到勝訴 但是 他這部沒有辦法賭計進去 我想這個是個缺點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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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筷子 漏掉了 他這總計說 一審勝了以後 然後扣掉 二審敗了 那就是人民勝了 其實他一個 人民是一審敗二審勝了 那又怎麼樣 這當然要算進來 那這是一塊 所以他的統一數位跟 自然會有漏差 同壞頁也是其中之一 那另外在數字方面 他 當然這種像微小的切開 就是 他在這個 第七頁的地方 他把這個 三百 三百五十五件 減掉 單門勝訴率 這 143以後 他要得到的是 排除勝訴案件之後的 進勝訴案件是 213 其實 我現在應該是1212吧 這邊是這個 統計數器 這個 依我個人的個性 其實我也是蠻挑剔的 我對最負境的判決是蠻挑剔的 而且要決定是蠻挑剔的 那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其實 是值得再深入一下 他有些數據的問題 另外 另外一個地方 第五頁的地方 第五頁的地方 他提到這個 他提到 這個 他說總共有 他跟這個第十頁 第五頁跟第十頁 第十一頁的這個數據 都不行 他講到 他要扣掉那個 就是說 四百一十一件有意判決 一審有意判決 國隊以上述五十六件 翻轉 那其實這個五十六件 是把地形跟高型的翻轉加起來 那到第十一的時候 地形就是翻轉十五件 上述又被翻轉十五件 然後高型 那個判決上述最高型 又被翻轉四十件 那四十加十五應該是五十五 他算五十六 這個又差一件 也是個問題 我想這個差一又一來一去 我想這個跟最後的土地數 這個數據可能會有一點落差 我想這個可能需要再調整一下 那總之就是說 他減掉了 他把這個 這個數據 這個 這個 所謂的6.11%這個數據 他減掉太多東西了 減掉這個 所以當然勝數 之前調查勝數效率 用這個去除 做分子去除 然後得到就是6.11% 我想 其實 真正的數據應該超過10 應該超過10 超市法院那個數據 基本上是 他是 就是說所謂 從表面去看的話 應該是沒有問題 當然這樣還是偏低 我個人是 也感到很遺憾 那 其實在 行政法院系統裡面 會對這個 稅務訴訟的勝數率 其實個體還是有別 個體還是有別 那以我個人為例 上次我已經有大概報告過 以我個人在最高級的這個經驗 我從 從高級上來 然後到最高級 我 當然 我自己 是 也是很勇敢地爽說 其實我 個人來講 我的判決 就是金像山山的人 這邊來判 那就以這個 從這個 100年到 到 104年 104年年年年初 我個人這個 這個統計訴訊 大概 我在 會計 會計下例審判決 大概有 33%左右 就是我所有的 做實體判決裡面 所有 我所做實體判決裡面 其中 會計 會計 原審判決有 3%比例 然後會計 自圍判決有 8% 然後 會計 部分 跟部分 柏惟 也10% 加起來其實 就是說 我 柏惟上處的 只有 49% 其他就 有51% 對人民有利 有哪些 對人民有利 對人民有利 有哪些 這個 我在 經算以後發現 隨便 任命有利 包括我兩種情緒 是說 一審他就贏了 然後上訴了以後 我還是維持他 有這個 一審有利的判決 另外一種就是 那個 他一審輸了 上訴都有 我給他會計 自圍判決 或者是會計發文 做到最有利的 有利的這個 指示 那這樣加起來的話 有 44.5% 其中 40%就是 完全對他有利 那 有 有 百分之9 就是 一半人有利 一半不利 一半有利 他有利 一半有利 所以這個百分之9就是 如果這樣折半 就4.5 這40加 完全有利的40加 一半有利的4.5 就44.5 這是我個人 就我個人 這個 就已經4年來 我對自己的自我反省 自我反省 的一個結論 那 我的判決裡面 其實 我不會說是 就所謂 化為也好 或者自圍判決也好 我不會說 是給他一個 所謂的 抽象的 就是所謂 想要策令組 或者說你要成為 司法處分 司法判決 司法處分 不會這樣子 非常抽象的 我一定會很具體的 指出 法律界的成果 錯 應該怎樣才對 那事實調查方面 應該是要往哪邊調查 甚至於我已經講了一個 事實應該是怎樣比較對 但是有時候因為事實的問題 沒有經過原子辯論的話 我們從券裡面看以後 因為事實應該是這樣子 但是應該沒有經過辯論 所以指定這個事實 似乎是應該朝著 應該是 偏向哪一邊才對 但是化為也好 讓他做一個 辯論理由 在這個 做判決 你保障兩兆的程序利益 因為你 自己公平法案的立場 你要給人家的機會 你要有稅務單位 你要給人家的機會 事實釐清 但是 但是我個人 是喊到遺憾就是說 其實 下級審 遵守 上級審的判決指示來做的 其實真的 他們的意願不是很高 不是很高 那 不是只有說 發揮到 那個 稅務機關 進入查以後 好像會 萬年稅改的問題 現在好像也有 出現到說 一再化為根審的問題 逼到法院要 最高競爭法院要 要這個 所謂自為判決 自為判決 也有看到這種情形 是這些 我個人自買到 蠻遺憾的 但是我也沒有太會心 其實還是有正面的地方 像 像這個 黃 黃教授他裡面提到的 異業裡面講到說 他說 稅務機關 行政年過大 任意幾減所得性質 這個判決 我是比較感到欣慰 就是說 這一件 他簽到一個所謂 飲業稅的這個問題 是應該由誰來繳一頁稅 那 這個要開 花表給誰的問題 那簽得到那個一頁稅 跟 這個 補針跟 那個 滑環的問題 那 那 我個人是用 在100年判施2254號 這個 聚集的指摘以後 壞氣發揮 那下級審 照我的指示 就撤到 撤到那個 連那個 出貨就把它撤掉 就是 更重更拔起 這個我一直感到欣慰 就是說 這個案例 就是多少 就是 引導稅務機關 就對人民的這個 守得性質 不要去 去解他司法的性質 盡量尊重他司法的性質 不要用稅務機關的立場去 去盡量他那個 營業他的所謂經濟行為 盡量尊重司法自治 你如果 你常常盡量有期那個 用稅務的觀點 所謂實質課的觀點 盡量有期那個 那個經濟行為的話 真的會造成 那個產業界的困擾 甚至於會 會撫壞外散的同志 因為 這些 真的會造成我們 一個不良的社會環境 那這件案子 從更拔起以後 撤到出貨以後 這個爭議就 就停息了 那我也 這件在那裡要肯定 稅務機關 他也能夠重散獨流 重散獨流 並不是說 我想 也許 王老師可以 多報導一些 正積極正面的案例 那 鼓勵嘛 鼓勵 甚至於責備嘛 你鼓勵他 他 就像我們對孩子交易一樣 你多鼓勵他 他就往上升 你吃到不好 不好 我都換給你看 對不對 我想結束研究 也可以多從外面去 正面的去看待一些問題 那 再來就是 關於所謂的 這個 這個 成立稅務 專門法院的問題 這個 這一部分 我個人是沒有說 特別 好像 反對或贊成 只是我 餘力 必須要打算報告 就是說 稅務專門法院的成立 如果說 這個 像制裁法院成立一個的話 那 將來 人民 他所有的這個 稅務徵送都要到一個法院去打 那是造成不便秘 社會訴訟 都要到一個法院去打 是造成不便秘 訴訟 這樣一個 不經濟的問題 訴訟在土 勞民傷財 對於這個問題 那 另外就是說 這個 他提到說 當然要把稅務的刑事案件 給納進來 那他提到一個民事案件 這個我就不知是什麼 就是說 稅務有刑事案件 那可能只能是稅務的一種 不然幾乎訴訟法院 那這位應該都屬於行政訴訟的法院 那應該是 我想 也許可以救教於 那個 那個 陳醫師 那最後 我必須要提出一個 所謂的 就是 人比這個 機構 制度重要的一個觀念 我想 在有欠欠的制度 如果人 人好的話 他也可以彌補這些制度上的瑕疵 那如果制度設計的在 在嚴謹 如果人不好 他這個制度也沒辦法有效的益重 其實我 我認為 一個法律人 又一個法官 這很重要的一個 尤其當所謂的行政訴訟法官 他這個 我記給三個要素 第一個 我覺得他要記要 除了基本的法系素養之外 那三個所謂的 所謂我們講說精神面的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他的 他的威權意識要 要高 就是那個 維護人民 權利 就是這樣一個價值觀 要高 威權意識要高 第二個就是 他必須要有一個 求真求真的態度 求真求真的態度 就是他什麼事情 要打落是要問到底 他不懂的事情 要去問 要去瞭解 把兩造壯主看清楚 把見證看清楚 不懂可以自效物一些專業人士 第三個就是 他必須要有一種所謂的 敏銳的法感 這個法感之外 這個法感其實一般人做不到的 這個法感就是說 你法官有一個 比如說恆平觀念 一個親俗的邏輯 那這些各種的法律 法律顏則 不管比例顏則也好 誠信顏則也好 你得顏則 甚至在你腦海裡面 你經過一個 你看到一個案件以後 你領略的一個反應 你直接說這個尿不公平 所以你就會調整它 比如說很簡單 想說 所謂的 那個 肖像稅額被查獲以後 我再提出 靜像稅額可不可以抵扣 這種 所以其實一般人不可以啊 他說不可以扣啊 但是有的法官先生很領略說 這個為什麼不能扣 他提出一個領略說 為什麼不可以扣 但最後這個是沒有被 沒有被追 這個 那個大法官會議警示給他 接受 所以又是 是認為他們的一個警示 裡面有違憲 沒有違憲 但是這也是一個 一個罰感的問題 比如說 你說成本會用的扣抵的問題 那所以現在可能說 我認為這個佣金 你申報了這個佣金科目 你贖證付錢 我給你抵除掉 可是你要突破它的時候 有罰感的 有領略感的法律 那不是佣金 那有可能其他科目嗎 如果我證明其他科目 或者有可能是其他科目 那你怎麼可以 就認定我 因為是虛報 這個證明度的問題 其他人的問題 就是一個法律人 他應該有一個法感 他在基底個案裡面 去評估他以後 他會有一個反應 而不是去造超 那個罪金機關的答案 這個其實這些所謂的三個要素 其實法律的三個要素 我想 其實 除了天生 天生我想 天才是三個 三溫的天才 七溫的努力 七溫的努力 在邪教教育 還有法班養人教育 都很重要 都很重要 那我以個人 我講我個人的心路 一直在講話 我是不認為說我在法班信念中 學到什麼東西 我覺得 最重要的是 我覺得在我辦案的過程當中 從檢察官開始幹起的時候 我在辦所謂漏稅案件的時候 我是怎樣去詳細調查 是真的有漏稅事實 然後甚至於我到普通法案來 那時候有財務法庭 財務法庭那時候 那時候專門處理所謂 稅務划完案件 也就像德國一樣 他的本稅是由刑上法案來救急 但是法管部門是由財務法庭來採訪 但是我個人在地方法案的時候 我就曾經把 正確認機關申請財法的 這個案件我把它剝掉 我寫了厚厚的幾十頁 但是很可惜 到高院就被廢棄了 就像說現在桃園地域 桃園地域這種情況一樣 就是說 它不容許有一些特殊的 一個法律界的出現來 所以我想這些 跟其他整個教育 跟環境的問題 好想 不是只有成立一個專門法案 就一定可以解決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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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妳 李 الق官 接下來我們4次請許副部署長 來 write自己 謝謝 主持人 各位報告人 各位語言人 還有在座的各位貴賓 各位先進 大家午安 今天很高興能夠有機會 來拚取我們相關的一個報告 尤其是在我們相關的稅務的行政救濟的一些報告 這對我們財政部貨稅署或者是在貨稅局 我想可以給我們很多學習的機會 特別給大家敬意 針對時間的關係 我就針對我們黃老師所提出的 100到150年度的稅務訴訟的實證觀察 來做一些我們不是在訴訟階段 而是在我們前階段的複查或者是更正 或者是在訴願階段的一些數據 跟大家來做報告 剛剛黃老師所提到的這些訴訟案件 都是在地方法院的財稅專程 或者是在高等行政法院 或者是最高行政法院的數據 那麼就我們各地區國稅局 在101年度到103年度 受理的這個訴願案件 我們收件的案件 複查案件應該是大概 平均大概6000多件 那在經過事前 經過自我審查 做移轉更正的案件 或者是 就是申請人 撤回的案件 平均也大概都有1700多件 那最後做複查決定駁回的 平均大概是3700件 那麼在這些案件 做成決定駁回的之後 繼續提起訴願的案件 一年大約是2300多件到2500件之間 那麼在做複查駁回之後 繼續做 不 訴願做這個決定案件 我們予以駁回的案件 平均大約是2000件 那麼這個駁回 就是特效的比例 大約是5%左右 那這個是我們在這個 國稅局的複查 或者是在財政部的一個術院 相關的一些數據 做一些分析 那這些分析呢 我們看到就是 在我們 最近這幾年呢 財政部或者是國稅局呢 也有做了很多的努力 希望來紓解送源 剛剛華老師有提到說 這些數據有逐漸減少的一個趨勢呢 是因為這個訴願人 或者是申請人 或者是這個原告呢 放棄提起行政的訴訟 但是這個也是另外一種解讀啦 我們也可以講說 在財政機關或財政部 也做了一些努力 希望能夠多數來紓解送源 那包括我們推動付稅法規的合理化 在97年5月20號到114年3月31號之間呢 我們完成57項的法規稅法 還有110項的法規命令 340則的行政規則的收法 那再來就是 在提升查爾品質案件處理一致性部分呢 我們也要求各地區國稅局呢 加強我們稅務人員的專業素養 提升我們的查爾品質 而且舉辦相關的業務的聯繫會議 還有計算業務的考核 其督助我們的計算機關 在處理案件具有致性 能夠有效來消理徵受 那同時呢 也加強對納稅業務人的一個 租稅的一個宣導 讓我們的納稅人呢 能夠製造我們相關的一個法令 依法來納稅 同時我們也在複查階段呢 要求活稅局來加強自我審查 每年我們更正比率呢 更正案件 在複查案件的比率 大約有10%到11% 那再來就是 在宿院階段呢 我們為了提升宿院的一個品質呢 我們也辦理延遲辯論 受理陳述意見 同時也提高我們 宿院審議委員會 外部委員的一個比率到3分之2 此外我們也強化 宿院審議委員的一個 網路資訊的功能 提供相關的陳述意見 延遲辯論的一個申請事項 那我們的網頁呢 能夠更具實用性跟服務 服務性 那這些呢 都是我們在財政部或 地區國稅局的一個努力 那我們也知道說 在基政機關稅務人員呢 基於在和課稅權的時候 都是要基於租稅法定主義 以及依法行政的原則來主義 剛剛王老師也提到說 在法院 在高的行政法院 跟最高行政法院 有不同的見解 那這是常見的 包括在國稅局跟法院 也有不同見解 也是正常的 那甚至在這個法院的個體 也有不同的見解 我想這是法律的一個見解 認定的一個起義 那這個才是我們應該去思索 那為什麼會有這些起義 那是不是我們在財政部 還有一些法規 可以再做一些檢討修正的地方 能夠讓這個法律的一個規定 或者規定更穩明確 讓正常雙方能夠有所依序 以上 謝謝 請黃耀輝老師 黃老師 讓你們等一下 在中午還有一個會議 我們自己就先請黃老師 女壇 主持人 還有各位女兒們 女壇人 各位在座的來賓先進大家 午安 很高興今天受邀參加這場 非常有意義的這個研討會 參加的人很多 可以看出來 這個租稅徵送的案件 在台灣是非常 非常受到關注的議題 那黃主任呢 邀請我 目的不是要跟他刷謊 是因為我個人過去 其實我小弟個人以前也考取財稅人員高考 我也在國稅局服務過 我也參加過行政院複稅改革委員會 參與稅制的改革跟研究 所以站在財稅徵老師的立場 我想提供 應該屬於第三者的思考的角度 來提供一些想法跟各位分享 昨天晚上我看司法院 對於這些行政訴訟的案件 做一些統計報告 它裡面的文章 它有提到說 行政訴訟是非常多樣複雜專業的問題 可想而知 租稅更是非常複雜 非常專業 非常多樣的問題 那我們為什麼會面臨很多的租稅徵收 顯然第一個就是 納稅人呢 在租稅專業上 他是站在資訊不對稱的弱勢地位 很少有納稅人去懂稅 懂法 所以除非他去念財稅系 或念相關科系 那現在的環境呢 也可以這樣講說 部分的稅務人員 稅官不懂法 那部分的法官不懂稅 所以這個徵送案件送到行政救濟 一開始就面臨很多問題 所以第一個要釐清說 這個租稅徵送的徵結 我想第一個應該是讓數字說話 那我們今天看到數字上面 黃主任還有幾位專家也提到 國外的一些統計數字 看起來是 還是有些見解上差異 但是我們就以司法院 算是比較保守的數字來看的話 他也承認就是說 行政訴訟在法 過去十年內的 在租稅的這個勝訴案件 他是用原告勝訴率 原告還包括行政機關 有時候是行政機關 對全面的決定 蘇聯和副長的決定不符的話 他最後走到行政訴訟 所以你可以看到 持百願級的數字是 勝訴率都13% 這個數字高不高 顯然是很低的 因為我們假如說一個比賽來講的話 如果正常的情況下 勝負率應該是說一半一半 那假設又站在專業程度上 有資訊不對勝問題 那假設納稅人本來就是弱者 稅官比較懂稅 比較有道理 那勝訴率也不至於說偏差到說 13比87 所以從數字來看的話 這個納稅的勝訴率很低 不管是黃主人講的6% 還是說聯法官提到說 可能更高 或失敗人講的13% 以13%來論的話 也是太低了 就是說這個看出來 這個租稅真是我們 不是一個fair game 不是一個很公平的遊戲 納稅人敗訴比率還是偏高 所以這個數字 從這個數字來看的話 這個租稅是 這個行政救濟 尤其涉及到行政法院訴訟 這個階段的 這個敗訴率真的是偏高 這個是一個事實 那第二個事情 第二個我的看法是認為 既然這樣的話 要解決這個問題的話 這個我們就要 對於將來這個租稅真數 如果要去改建 我第一個就是 我的看法是 要有數字管理 當作一個目標 怎麼這樣數字管理呢 因為啊 當我們要提到這個 專業法庭的這個設置 它涉及到還是人的問題 沒有人才離設法庭 也是一個空殼 所以最重要的部分 我應該是請司法院 是不是能夠定屬一個 數字管理的目標 怎麼講 比如說以你計的標準來講 這個 勝訴率 原告勝訴率才13% 你能不能定立 逐年改進的目標 比如說幾年內 我希望提高到 納稅的勝訴率 能夠提高到多少%目標 對不對 總是 比如說好吧 最終目標是45% 納稅的勝訴率 要用45% 你可以逐年改進 那這樣的話 定立一個目標 那個行政法院的法官 他可能就會 就要學校定屬一個教育政策 然後科系的老師 他就知道 教學上要怎麼去改進去搭配 我想說 這數字管理 跟司法院要定立這個目標 第三個部分 我是建議 司法院或財政部 剛剛我們也看到 有些各說各話的現象 是不是啊 司法院或財政部 因為這個紓稅案件 在行政訴訟比例是最高的 那我們要基於抓大放小 最優先要解決就是司法 那個出稅徵送 行政訴訟的案件 因為他比例最高 那也是大稅民最在乎的 國人最在乎的事情 所以能夠做一個大數據研究 現在行政院非常重視大數據研究 就是把財政資訊中心的資料都公開 健保奧署也願意把它資料公開 他們行政院管不了司法院 我是建議司法院 就基於衛美服務的道理 你把這些數據拿出來公開 讓我們學者專家 就可以去做這方面的研究 包括剛剛講 勝訴率啊 審誰的對 以及把這個過去 勝訴啊敗訴啊 行政法院法官所受判決 跟財政部訴願會 他的見解是一致啊 有多少可以顯示說他太陽上 到底是有沒有什麼法官不懂 不懂稅 不懂法等等啊 這個分析啊 尤其做那個屬職的研究 所謂屬職的研究 就是把這個案例 舉辦去調查 請這個法律專家 去看看啊 這個法官的見解 沒什麼很彌補的啊 這個做一個這方面研究 我相信這個研究出來之後呢 不管對誰啊 都有很大的幫助 行政法院法官可以看到吧 他接觸不見 因為他只知道自己判判的判決的結果 他不知道同仁 或其他行政法院的打判判決的結果 但是這個大數據啊 研究出來的話 每個人都知道這個 整個樹林的狀況 那對自己 該努力 在專業上怎麼去提升自己能力 這方面我想說 都會產生一個督促的力量 這是第三點 然後第四點 就專業法庭的設置問題 我認為更重要的問題 是人的問題要解決 因為我們今天講到說很多 包括 比如說有些法官 都是很陡稅的部分 專業訓練不足 上課的時間比德國短很多 這個又是很重要的議題 在專業能力上是一定要加強 所以這個是人才的問題要優先解決 中級目標 到底要不要設立專業法庭 我認為可以再進一步投入 那另外一部分 對於行政法院法官 他這個判決的部分 我覺得搭配剛才我講的 那個大數據分析出來之後 司法院是將來在行政法院的 這個法官的專業配置上 你秉持我們剛剛講的 抓大放小原則 對這個財稅法官的這個值跟量 是能夠提升 在結構上提升他的 這個職的部分當然就是 希望能夠吸納財稅 還有財稅法律 會計 這方面的專業人才 能夠參與這個行政法院 因為他佔的比率很多 案件比率很高 所以應該促使這方面的人才的來源 包括法律跟稅這個制度 來努力 而且這個比較重要 因為光有一個專業法庭 如果人才的專業能力還是不足的話 這個專業法庭 反正會把它自己搞垮 所以我認為這部分 要怎麼去加強人才的評鑑 還有訓練等等 當然包括像在考試院 跟大專相關科系的 教考學運制度的總檢討 我覺得可以根據這個研究報告出來之後 再一定去做總的檢討 另外一部分 我就建議司法院 能對行政法院 這個類似大學裡面 例如像台大 他就對於有些教授 對於給學生 放水太過的 比如說有些老師 給分數 動分數就不當學生 很容易學生隨便 不來念書也九十幾分 又有老師很會盪人 盪人也沒有道理 再努力了 也是分數很低 或者盪票比率很高的 像台大他就有做這種通知 每一個學籍 他那個成績出來之後 他會通知那個極端的那個教授 說你的點分數 在最高的十分 或最低的十分 他會給他通知 也不是警告 這時候提醒 您可以注意一下 你的分數是太中 或太緊了 我覺得這個制度 也可以叫來去做 這種各方面統計 然後公布給個別通知 那個所謂極端的 導致讓納稅人敗訴的 從來就沒讓納稅人 勝訴的法官 告訴當神 當神也許知道了解 知道在常態分配底下 我再次在很極端的位置上 然後他也對於去審理 這個租稅贈送的案件 他可能會比較會 會有心 就有這種制度 這個行政法院 司法院之內 我認為可以做這些事情 另外一個當然很重要的就是 職的部分當然是需要 人才負重 但是如果這個租稅的 租稅行政訴訟案件太多的話 人才都會被消磨殆盡 所以在這部分我覺得 減少送源真的很重要 從複查到宿命這個階段 我們就在稅關 稅關也是要促持法律的專業訓練 能夠減少送源 這部分我覺得很重要 如果前面這個行政機關的 行政救急這部分 能夠減少送源的話 也許可以減少後面的這個覆蓋 這部分也當財政部 我覺得也可以深入去檢討這部分 然後是送源這個部分 可以再檢討 我知道雖然我們在 像對德國來講 這麼多租稅申報案件裡面 我們的 集體行政救急的比率很低 然後那千分之0.5 但是因為那個總的案件很大 你實際上很低的比率 那個見數比率還是很 總數還是很高 所以這個送源的減少非常的必要 最後一點我是認為 現在在我們的稅金基準法 或行政救急方面 還是很多 對納稅人是屬於相對不公平的 叫做不對稱的一些規則 存在的 包括比如說 提起這個 其實說我們要先繳一半稅款 或者這個提起的期限 行政機關或司法機關的時間都很長 納稅的時間都是有時候三十天兩個月 最多兩對面 等等 這個不對稱的問題還很多 這個部分我們都可以一併去檢討 總之我是認為現在的這個 這個初遂遵守的案件 竟然造成很多的問題 我們覺得需要用數字說法 用數字管理 是不是請司法用的財政不好 我們做一個大數據分析 我們就提出一個很嚴謹的報告 用超然公正專業的學者專家來做這個報告 可以用提出什麼 預計對您將來這個 怎麼去改進未來的制度 這樣對您來參考這樣 以上是個人潛艦 同大家分享 謝謝 謝謝王老師 關於時間的關係 不好意思 提醒還有兩位 這個語台人 可能把我時間 接下來 歡迎蔡早安 蔡律師 主持人還有在場的各位先進友大家 早安 大家好 那我簡單因為時間的因素 跟各位發表幾點我的潛艦 那我們今天談的事實上是一個 應該說很沉重的議題 談到說到底我們怎麼期待這個行政法院 能夠是一個被人民信任的法院 它是一個能夠扮演這個人民權利保障的者 這樣的一個法院 那從這角度來出發 可能我們從病理來看 然後再提出一個改革的可能的必要性 我想說從我們談到一個Due Process Due Process這個概念 我們講正當法律程序 有兩個最根本核心的概念 一個就是說 法院必須要沒有Bias 也就是說 職執裁判者不能是韓國裁判 這是第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第二個就是說它必須要有一個 一個落實所謂的一個真正的延續辯論的 能夠發現真實的 的一個這樣的一個生理的過程 那我們來嚴肅看待 因為這個敗訴率很高的這件事情 這個現實值得我們來嚴肅來看待 就是說這樣一個很顯然是不符合一個 常態分布的這樣一個勝敗比 值得我們去檢討說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原告跟被告之間到底是怎麼樣的狀況 會讓那個被告一直贏這樣 或是談那個水運機關的這個當事人會一直贏 是什麼道理呢 那假設我們來看說 是不是因為這個稅務行政的素質特別高這樣 那可能我們也不好得到這種推論 就是說高到說它每次都贏這樣 可是稅務行政大家都知道 很顯然是一個大量行政的領域 大量行政基本上就很難期待說 它基本上不吊資嘛 這是一個chance 那另外剛剛聽到那個Mr.Manning 本身也提到說在德國這個狀況 他們實際上也有很高素質的稅關 可是他們在整個法院的敗訴率當中 實際上跟我們來比 實際上也有比較顯著的一個不同 所以可能並不是在素質方面 我們台灣的稅關有顯著的優秀 應該說一般來說他們當然有很好的素質 可是沒有素質高到說能夠有這麼好的維持率 那是不是因為在整個大官司過程當中 律師不經歷 這可能也不可能性 可是律師是當時出來做生意的 那個當事人坐在後面這樣 那按照我們個別的經驗值來看 通常在整個行政事務過程當中 來自於那個所謂的納稅議員的當事人 也就是律師幫 或是虧律師幫 事實上提出來的書狀的這樣的一個 光是從量來講 大概就會通常會壓迫這個稅關所提出來的書狀 所以應該也不是律師不經歷的這個狀況 那當然也不要說事實上 像真的在從事訴訟的行為當中 來自於稅圈單位本身所派出來的一個訴訟實施者 通常還有很多事實上是經驗 顯少於這個 來自於那個納稅議員方的律師壞事的這個狀況 可是怎麼會 都會那個屢戰屢勝的那種感覺 那這個可能也不會是因為說律師不認真的問題 那可能我們就去想說 真正的原因可能就不在於說 剛剛所說的那個層面的話 可能就很不好意思就得到一種推論說 會不會是有韓國裁判的問題 因為其實我們 我們剛剛聽到林法官 這麼樣的認真犯案的法官 都必須要很努力把自己跟別的法官區別出來 其實我們覺得很難過 因為理論上就代表著這個法院本身 應該有他的降綱的問題 要不然的話 不需要讓一個認真負責的法官 必須要一直要跟大家努力的澄清說 他不一樣 那代表別的法官可能真的有 所謂韓國裁判的問題 那另外 我們再談到一個Due Process的問題 第二個因素 就提到所謂的 是不是真的 在整個審理問題當中 特別在40省的陳子郎 是不是一個真正落實的一個 延遲審理的這樣的一個狀況 其實我們經常接手很多 或是讓射送的金額很大的一個 一個這樣的稅萬件 其實真正能夠給予 來去為我們的 那是一個人 當事人 來去做一個很充分的一個 一個論述的這個時間 跟這個密度 通常都不如人意 那整個審理部分當中 感覺上比較是一個過場的 這樣的一個程序 而不是說真正能夠 希望有一個實體的真實發現 這樣的狀況 而當提出來的很多的書狀 本身呢 到了法院的手上 等到我們收受判決書的時候 也能夠常會發現說 並沒有被具體的指摘 而在很大的比重上面 卻是那個 有很大比重 卻沿用這個 來自於那個 隨身機關 本身的一個答辯理由 就做出一個 一個不利於 那是用一個判決 那我們講說 一個縮理 一個判決 重點在於 它是 勝訴或敗訴 是不是一個 能夠被人民所信 重點在它縮理的過程 那其實先前TBC公會 也辦過一個 所謂的一個 判決本身的 這樣一個 一個這樣的檢視 發現 簡約性的判決 事實上也存在一個 蠻大的比重 那就回歸到說 實質意義的 延遲辯論的審理 還有說 真正的一個 判決本身 所呈現出來的誠意 事實上也沒能夠 被我們 所 期待 那所以說 從這兩個角度 第一個說 是一個沒有bias的 一個審理的過程 另外說 是不是有落實 所謂的延遲 的一個審理 真實發現的過程 都沒有辦法被落實的話 這樣的一個 可能 這樣的一個 一個敗訴於本身 可能就比較合理的 會被推文為 它欠缺一個due process 那我想我簡單講到這邊 談到一個 改革的必要性 任何改革可能 必須要去考慮到 它實踐可能性 要不然就會誠意過高 因為 事實上冰凍三次都不是 一日之汗 那幾個點我提出來 第一個是說 選政這個行政法院 特別是所有法官的過程 零選過程 可能不能夠再以一個 牌子論配的方式來去選 我想目前以一個 年資 來去做為選任標準的 這樣的一個方式 我覺得值得檢討 另外是說整個 那個繼續性的一個 continuing education 這個過程 剛剛德國的老師 實際上也提了很清楚 我想這個部分 必須要被強化 那第三個是提到 人力的配置方面 可能法官本身 實際上他面對了 非常沉重的一個 班牌壓力 那實際能夠配置一個 比較充分的一個 法官助理 甚至說增加原本 那這實際上 我都覺得值得思考 另外說 在法院前置程序 雖然剛剛可能 副主長也提到說 在前置的程序 已經有做一些很大的努力 能夠讓他的 整個程序合理化 可實際能夠更合理化 就是說 實際上在整個 複查階段 或是其他階段 本身真正所謂的一個 面對面的 這樣的一個對話的可能性 能不能真正有 實際上加徵 能夠讓他有具備 比較大的一個可信度 最後一個點 我覺得是最重要的 就是說 就是跟外部對話 就是說 任何一個 任何一個 架剛文化的形成 實際上就是來自於 封閉性的一個 一個對話系統 如果能夠讓法官 能夠走出來 能夠存在一個公共平台 能夠跟稅務律師對話 能夠跟科技對話 能夠跟科技對話 能跟學界對話 那實際上能夠交換彼此之間的意見 這樣的溝通跟交往的行為 本身 絕對能夠有助於 打破這樣一元性思維的迷思 我想這部分是值得努力 那當然如果 我們講說 那個拆掉重練 是不是 我覺得 沒力當然是會是一個 我們所期待的地方 但是因為最好 我想這個是我們去努力的方向 讓我們的行政法院 不會再是一個 國王的法院 謝謝 主持人 各位老師 各位語談人 大家好 我今天跟大家 首先 因為今天晚了 跟大家講得比較開心 分享一下我的喜悅 因為最近 順便echo一下林法官 還有副組長 因為 最近也難得連續 收到三個 那個 與勝訴的 那個決定 包含最高 最高 最高協審法院 包含高等協審法院的判決 包含有一個 就像副組長剛剛講的 那個 行政議員自我審查 勝訴的案件 雖然金額數額很小 所以我覺得 非常非常高興 我就去那個 買了一張樂透 結果沒中 所以 所以 其實那個 稅務行政議員 勝訴的決定 還是比買樂透高 然後 所以 但是 回到就是說 我們真的 也碰到就是說 像 旅法官 或者是 還有一位很帥的法官 他們最近休假 那 他們 其實做了很多判決 我們在跟稅務機關 溝通的時候 引用那些判決 他們會特別講說 這個是 不一樣的法官做的 所以 其實 這個問題 就是在所謂的 現在法院的法官 到底我們有沒有證據 去認為說 該從現在的一個行政法院 然後他們進來 受所謂的行政法院的訓練的時候 他們不只要學財、學稅 他們還要學環保法令 他們還要學土地徵收法令 等等的 而且 聽說 還是沒有 辦案比沒有說 比較少 少一點點 在這個訓練的過程裡面 然後 來進到行政法院 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對不對 如果說設了一個財稅根本法院的話 或許他們 在這個訓練的過程裡面 甚至 考證照的過程 現在有司法院有些 有些 像金融證照 其實在財稅 其實本來就可以設立證照的過程 就可以用 所謂的 這樣子的一個方法 像蔡律師講的 不一定要 不一定要年紀大 不一定要 不一定要那個 認知排隊 而是 你的財稅 你讀得好 你就進來考啊 考上這個證照 法官考自己考證照 不是說外面人都可以來考證照 法官可以去考一個證照 他可以進來財稅 一定會有人來考啊 為什麼 他就不用去判這件事情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是 絕對是有機會去做的 那我們就要提出證據來講說 為什麼 為什麼 那個 我們認為有需要 做這樣的事情 我想 數字的統計 一定會有人 像我剛剛這樣講的 你們好幾個案子 都挑出來說 沒有啊 法官很好啊 所以 而是我們要從一個 那個 大數據 剛剛黃教授講的 大數據的方式來講 那我們今天 提出一個簡單的大數據研究 其實不是啊 就是說我們 喔 這個 有這個 我有寫了一篇短文 那個 那個 會後 看看黃教授要怎麼用 或者說我們在另外一個地方發表 就是 限於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是說 其實我們就是舉了四個 其實還可以再寫 舉了四個 最高先生法院的聯席會議 這四個決議 那這四個決議裡面呢 就可以讓大家來去參考一下 就是說 因為這個決議是 最高行政院法院 最高行政院法院 還有各級行政院法院的法官 大家一起投票決定做出來 記得上次在這個會議上的時候 林法官有提到說 當時做決議 有一些決議的一些過程 那這個決議就是一個多數決 少數不同多數 所以這個多數決做出來的一個 決議的品質 是不針對任何一個特定的法官的 但是它就是一個大數據 它就不是可以大數據來反映 我們的最高行政院法院 還有各級法院的法官 他們到底對於這樣子的一個 這個決議 對於這樣子的採吹案件 是不是能夠了解 那現在時間我們就不再細講 但是我們就是說 簡單的 每一個決議 我們就是給大家一個提醒 或是一個簡單的標題 最高行政院 103.5月第二次平常聯繫會議 在所謂的本金之一之其他一案件 我想很多人聽過 那這個決議認為說 這個企業大老闆 在做本金之一之其他一的信托的時候 我們判斷說這個對不對 但是呢 決議有肯定做否定做 修正肯定做修正否定做 簡單的講就是 修正肯定做修正否定做 就是可能 可能對那時候很不利 或是有利 但是呢 不能一概而論 但是法院最後採取的是 最重要是聯繫會最後採取的是肯定做 也就是說一概而論 一概而論的什麼 所有舉辦所有 本金之一之其他一 只要是在鼓勵分配以後所做的 本金之一他一概不承認他的信托 所以就是說 這樣子的一個 一端子打完一條船 一概而論的方法 是不是適合 也可以請大家去斟酌 那 第二個就是 第二個第三個都是商譽 商譽大家都了解 商譽的舉行責任就是在 這個最高行政法院的這個 100年12月第一次 平常聯繫會議的這個部分 被認為說 納稅議員要對於 不利於他的這個可憐資產公民價值 要負協責任 也只有 這個 我們 就是我們這個法官 我們這個 這個案例 我們真的在高等行政法院打 不管說是所向批議 但是也贏了不少 但是到了最高行政法院 所以我們最近 上次來又好像都很緊張 因為 聯繫會議是沒有通知商事人的 沒有通知那稅議員的 所以我們一到聯繫會議的 我們只能從網站上看到 聯繫會議的結果 那聯繫會議結果一出來的時候 哇 我們前面的努力 通通進步東流 因為他要求我們要對於一個 我們不利的事情 不要負舉真責任 不知道這樣子的一個努力責任分配 是不是符合社會的期待 第三個 也是商譽 商譽大家 如果在場有業界的人 大家都很知道 就是所謂的 購買 所謂的一個BU 購買一個business unit 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就像今天法院做了一個聯繫會議 我也在下一期的科技委員會議 針對這個決議 103年第一 1月份第二次的天上聯繫會議 做一個專門的一個介紹 這個決議本身沒有問題 但是他的假說以說的用法 造成說 目前我們簡單講說 買BU 買一個business 一個公司要買另外一個BU的時候 他變成一定要買負債 不能夠不只買他的資產 否則的話不認商譽 真的 這個蔡律師是知名的並購律師 做了多少年 很少人看到說 我要去買一個BU的時候 我需要去買負債 所以這個東西完全違反了所謂的 國際的並購的一個強制 國際的並購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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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基本的process 基本的功能 基本的做法 那 那 第四個就是 那個 在場有 那個 之前那個 美僑商會 歐僑商會 最關 中華民國來源所的問題 中華民國來源所的問題 大家知道說 才能夠在98年 訂出了 所謂的 認定原則 中華民國來源所的認定原則 那針對大家 國外公司購買勞務 台灣公司購買勞務 這樣的扣腳問題 做了貢獻度的一個解決 我們正要去批評說 這個貢獻度 這個實在太扮詐 因為我們當時也為了要 幫 幫 勞外去免扣腳 我們還要花那麼多的 這樣的一個心力 雖然快點也是窃息 但是 事實上 事實上是 不太合理 但是呢 不合理也是一個方法的 這個時候 所以要先來 真的我不知道他有沒有看到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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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認定原則 因為他做出來的東西 完全跟聯席會議 聯席會議是 跟真定原則是完全沒有搭桿 好像是兩個世界的人 他沒有去解釋聯席會議 解釋認定原則到底怎麼樣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 做出來的一個決議 簡單講 這四個做出來的這樣一個決議 事實上 是不是能夠代表就是說 我們最高情人法院的法官 在做這樣子的一個多數決的時候 那這是一個多數的意見 而真的認為 我們 那個 那個 那個財稅法院 事實上是真的有 一個誠意的必要 因為 讓他們專心的 在財稅領域裡面去 認真擁有 就像 有人在 從民國90年開始 專心從事這樣的案件的時候 雖然本來也是不懂這些東西 但是 這個 弄到最後 先來跟 快智稅務人員對話 應該都沒有問題 至少 我想 每個人聰明才智有限 但是 如果能夠專心 我想 每一個人都會做得很好 好 那就 就在報告這邊 非常謝謝 謝謝 我要謝謝 今天的 報告人 跟 這個 語談人 我們時間很晚 但是我在想 在做的 不曉得 有沒有想要 討論的問題 或者是想提出來 請教的 我們是不是 我是那個網路公民記者 我姓林 那我曾經有聽過那個李大律師講過 人民的勝利有限 然後稅務機關全力不敗之地 那我想說李大律師這句話 就為了我們現行的行政救濟制度 所衍生的萬年稅單 做了一條評好的註解 那為什麼這麼說呢 比如說我們就看到一個案子 在民國98年的時候 就是那個北高行已經是判一個民勝訴 可是又令國稅局策令處罰 對 然後經過了這樣98年到現在經過6年之後 今年那個北高行又判人民勝訴 可是又令國稅局策令處 那我們看到說這樣十幾年下來 這個策令處的背後 我覺得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 剛剛李大律師一開除的時候 講到了時效制度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的稅單一開出來 就沒有時效的限制 第二個就是策令處的背後 並有很多的原因 第一個國稅局有沒有依止權去調查 那他的調查有沒有問題 那法官會一定他策令處 一定就是有問題啊 那你看到經過這麼多的策令處 那為什麼我們可以容許 國稅局都沒有查清楚 然後一再一再地犯錯 那這樣子的話 是對國稅局呢是很慈悲 然後對人民呢是很殘忍 所以我覺得說呢 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不管是不成立這個採稅專業法令 我覺得這個真是一定要解決的 這是我請教在庭的各位專家的問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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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我們要會請在座的專家 學者一起回答好不好 我想要請教那個 再上座吧 首先我要先代表納稅議員 非常感謝林法官 因為我覺得林法官是 他不只為了那個納稅人的權力 很努力的在判決裡面審任事實之外 我覺得林法官最難得了 最難讓我欣賠是他常常走入人群 他參加各種民法官的各種事實驗 非常感謝林法官 然後對 然後這是第一個 要感謝林法官 我們也期待 我們相信很多法官也願意 只是需要一點鼓勵 那我覺得林法官是很好的點半這樣 對不對 第二個是那個 今天那個蔡老師在講的時候 有提到說那個日本他們在那個 稅率確定之前其實是會停止執行的 那我們的稅基法第25條是規定說 德基針之 就是說在那個 就有必要的時候可以基針 可是關於德 我們看到的其實是 只要裡面有進攻的好 其實國稅率都會移送強執行 那我自己的疑問是說 在到底移送強執行這個必要性 這個德是有一個標準還是沒有 就一定移送 還是說這個是可以委租那個基金人員來採量 那這一部分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在稅額確定前就可以移送強執行 這一部分是不是有某一線的問題 這個特別要請教那個李楊老師 謝謝 因為時間關係我想是不是我們就 開放問題也到這裡為止 很抱歉我今天的功能是做服務的 所以我可能不會回答 那是可能要到在座的哪位 或者是副署長有沒有要回答的可能問題 好 好 那 李楊老師先請您反過來回答 那個 剛剛講那位 那位先生理師講那個 不然你現在的問題 因為現在是個案的問題 我是不變 我不曉得什麼個案 我也不變回答 我想 國稅局會為什麼 在策令組以後 都一再還是不能讓人民滿意 我跟你講 這個中間可能 可能 是不是有什麼問題 溝通問題 怎麼樣 我是剛剛聽那個 那個 那個 德國那個 那個 財稅法院院長的做法 他其實德國做法 其實 我想我們 國內的 行政法院做法根本其實沒有差很多 就是說 他們也是基本上 那個 行政法院做為那個 稅間的 終極合科機關 就是說 他認為 他認定事實有錯 或者使用法律錯的時候 但具體指名以後 叫那個 國稅局 重新合科 重新合科 除非是他 他是原則 例外的時候他才去 確定個稅額 那 那個在我們的行政書上 也有規定 那但是 其實是很特殊的情況下 他才會去 另外 去核定 那 除了這個以外 如果說 那個 原則上的話 他 事實上的調查問題 或者說 法律適用上 應該這麼適用以後 那 有一些 這個 需要在採量的部分 比如說 就發完的 那個 倍數問題 那 他國稅局 他 德國他也是 做完跟他們一樣 他也是 讓國稅局 最後的合科 那為什麼合科以後 覆查就是他們的 再來合科意思 為什麼會還是 還是不能滿意 我想 這個就不是我能夠回答 那至於時效的問題的話 就是說 他因為 已經做合科了嘛 對不對 他側到覆查其實就是避免他 他那個 所謂合科選舉過 如果側到出合就是 合科選舉過 那側到覆查 那合科選舉就沒有過 那就是 就是純粹是 為什麼他沒有遵守法院 判決議 是從 逆行合科的問題 逆行死亡決定的問題 那這個具體 我就不是我 不是能回答 我就是 帶來這裡 是 我想我們 我們 都是不排任何個案 當然剛剛講到這個是 最主要是 設定組的效果 對於這個 課稅的 期間 的計算 會不會 會產生 完全的中斷 然後造成一個 實質上是沒有期限的 一個問題 我猜想這是問題的所在 那個 對 剛剛兩位女士所提的一個問題 我想 我們還是回歸到 稅法的規定 因為基增機關的一個執行 執法 當然都是要依法來行證 那麼在 稅決基增法第三條的規定 對於 就是 第三項 就是 精一複查宿願 行政訴訟程序 終結 決定或判決 應補繳稅團者 那稅決基增機關在 這個決定 或者是 書院決定書 或者行政法院判決書 正本十日內 就要K8 交管書來通知繳納 所以這本來就是在 行政程序 如果到了終結的階段 基增機關就要依法來 發呆課徵 那至於說 對於行政救濟的案件 是不是固體之執行 那麼 依照稅院基增法 第39條規定 針對我們的這個 欠稅案件 基增機關應該是 要移送強制執行 但是呢 如果 納稅義務人 依照 35條的規定 來申請覆查 暫緩移送執行 那同時呢 也有一些 例外的情形 就是 納稅義務人 對這個 覆查決定的 應他稅額獎案辦訴 提起訴願 或者是 納稅義務人依規定獎案辦訴 有困難 經濟建機關 核准提供擔保 或者是 因為這兩種情形 卻有困難 那經濟建機關 依照24條的規定呢 就這個 相關的一個財產呢 通知有關機關 限制移轉 那這些案件呢 我們就 暫時 來停止執行 所以我們 我們的行政救濟案件 也是以不停止執行為原則 那符合三九條規定的 這個部分呢 才可以暫時停止執行 以上 謝謝 那 其實就針對兩位提供有問題 我稍微從日本法 我這裡有觀察來看 就是說 其實日本法 基本上在台灣有時候 談了很多物體系 可能它都不存在 為什麼不存在 就是說 其實日本的法院 它其實自為判決的案件 比例非常高 就好像我舉一個案子 以例子來說 就是說 日本最近這幾年 很關心的一個賭馬案 就是說 我的馬票賺了三億多 他沒有申報 被國稅局逮到 那 他是一個違法逃漏稅捐罪嗎 後來他們的官司的重點在哪裡 那這個 這個原告他主張 那我簽馬票 可不可以當成本費用扣呢 你說我有所得 那我有成本費用嗎 我槓伏的部分怎麼辦 那後來法院 因為這個人 他是透過電腦簽讀 那 那馬票公司也願意 這個賭馬公司也願意 提供他下單的紀錄 所以其實他的整個下單的過程 都確定了 那後來其實打到最高 打到最高法院去的時候 法官認為說 你如果認人家有所得 他的成本費用 你不可能不認 所以法官就自己算了 本來所得三億多 後來只增下1400多萬 比如說日本很多大案子 其實打到最後 你判決打完的時候 那個處分也確定了 我們說這個字 會處分的案件是非常多的 那另外一個是 其實有時候我在看 日本法院的判決的時候 我會有一個羨慕的感覺 是說 其實有時候我很難過 我真的很怕看日本法院的判決 為什麼呢 每個判決都剩下五六十頁 七八十頁 甚至一百多頁的 那某個角度來說 其實剛剛有提到日本 日本的稅務數量並不多 三四百件 剛剛有一個東西我忘記講到 就是說 其實他們的國稅不符審查所 他們現在那個合議制 那三個審判官 其實是原告可以選的 他們是原告可以選的 意思也就是說 當我讓法官 檢察官 跟會計師 律師 進入這個相當於 我們數院階段的時候 我雙方可以坐下來談 我們有誰來審 審了以後 基本上我認的機會就高了 那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有時候我們的稅務案件量 當然敗訴率高 真的是一個可以檢討的問題 可是有時候我如果 站在我同學法官的立場 我會想說 如果要這些法官去審這麼多的案子 基本上他有沒有可能去做 那如果假設他案件量減少了 會不會這些法官 有時候法官到底無法專心辦 這個到底是主官的問題 還是客官的問題 有時候我當我在看日本法官寫稅法的 那個稅務的判決的時候 有時候我會反過來去想法官的心態 那這就是說 如果假設日本法可以給我們一些起司的話 其實有些人會建議財政部 去想想看就是說 當這個救濟的過程 拼了在財政部的時候 你如何讓納稅人 願意接受你數月的結果 那這是我的一個想法 非常謝謝彩老師 今天機會有沒有要付出呢 如果沒有的話 這個我想最後做一個小解 今天在這裡 當然這樣的一個服務工作 其實收穫很大 有一個小小的感覺 因為今天早上聽到 德國的法官他介紹德國的制度 他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看他沒有講完他所有的題目 但是在他的文字資料中間提到疑點 我是覺得很有趣 因為我本來也很好奇 就是德國法院的判決 跟受到這個租稅機關 行政機關遵守或者是服從的程度 那其實在這個節目裡面也能看到 他這裡面講到說 其實稅務機關並不是對於法院的這個 判決都百分之百支持的 那麼也有認為法院的見解有誤 然後有提出不同看法的管道和方法 不過我倒注意到一件事情 他就講到就是說 稅務機關對於見解不同的時候 對於行政法院見解不同的時候 稅務機關說行政法院判決只能管個案 那一直這個案子我服從 可是其他的案子我希望 稅務法院 行政法院不要再用同樣的見解來做 如果跟我們的案子對照的話 好像我們的稅務行政機關的這個 財量大得多 因為同一個案子一再的翻案 這個翻很多次 只要贏一次就可以全贏 反正贏不了也沒關係 還可以再繼續贏 這個繼續翻案 這個態度顯然是不大一樣 在這件事情上 我今天早上聽到說 這個行政機關 應該要尊重司法判決的 這個憲法精神在德國 是被強調的這件事情 我聽起來特別有感受 剛剛這個問我憲法問題我不敢講 但是因為講到了憲法問題 我就這個部分提出來 因為我想我們很多的案件的重複 行政機關不接受法院的見解 而一再的捲土重來 可能跟我們的案件數量 一直不能減下去 或者減的不夠 可能有很直接的關係 我不曉得我這一點點心得 是不是有效 提出來作為最後的一個結論 不到之處 非常抱歉 但是也非常謝謝各位 今天這個耐心 全場在這裡支持 我們是不是對於今天的報告人 與談人給他們一次掌聲鼓勵 謝謝各位掌聲鼓勵 今天這個活動就到這裡 謝謝各位參加 祝各位午安